北京时间6月28日 NBA 常规赛各大奖项颁奖典礼 在曼哈顿结束 最终拉塞尔 维斯布鲁克荣英常规赛 MVP 最终 威少还是力压哈登 拿下了常规赛 MVP 尽管大胡子场 均29.1分8.1版11.2助攻的数据 足够爆炸55胜的战绩 也很优秀 但显然美国的专家们 更加喜欢场均三双 和42次三双 整个夜晚 哈登无疑是最失落的人 他眼睁睁地目睹队友和教练 拿下最佳防守阵容一阵 拿下最佳第六人 拿下最佳教练 自己却只收获了 伦纳德最佳封盖的背景和MVP 第二的结果 赛后 火箭控位被福利 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了对于MVP 评选的不同意见 我坚定地认为 胜场术应该放进MVP 评选参考中 我们打出了全联盟第三的战绩 这个奖项明显应该给更会赢球的球员 被福利说到 尽管自己身处交易传闻 也有很大可能被交易离队 但显然被福利 还是没忘了力挺自己的老大哥哈登 这个火箭队内 自己最好的兄弟 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 发话力挺哈登的火箭球员 为了莫雷的三巨头计划 交易价值最高的黑贝 也被摆上了货架 但问题是就算得到 诸如保罗一类的超级空位 联盟第一空位 真的能够打出 跟被福利类似的效果吗 现在 莫雷和火箭的一系列举动 已经让被福利寒星了 他亲自在推特上 承认回到家乡芝加哥 会是很有趣的选择 不知道火箭能否 再找到一个 死磕全联盟顶尖空位不落下风 任何时候都敢于 为哈登出头 甚至能在雷霆主场 对喷微笑的疯狗呢